另外我们关注一下欧美的市场 缺空荒的窘境在欧美现在是疫情之后最棘手的难关 英国因为脱欧非常严重 那么现在当地的很多劳力产业不得不大幅删减出口量 因为没有人帮他们做这些劳力 他们调薪也留不住本地的人力 东欧的这些比较廉价的劳工有别的市场 被英国挡在门外自然有地方生根 不过在报道当中关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 是现在中欧国家中东欧这些国家 他们有传统的刺绣工艺 现在国际的奢侈品市场上面冒出头来 有望再过几年之后 他们可能会向前冲成为国际奢侈品市场 重新起牌的生力军 在大都市伦敦 导师选在年轻人集中的都会地区 开出知名的英国连锁超市Tesco 第一间无人商店 气温骤降也不惜大排长龙 因为这是英国大型连锁超市Tesco 推出的第一间无人商店 如同亚马逊带动的无人店风潮 进门之前先扫描 选购想要的东西 每拿起一样商品就会计价 走出店门口的那一刹那已经自动结好账 门外贴着大大的免刷条码 免结重和免排队的标语 店内的运作方式 全部靠架设在天花板的摄影机 还有货架上的秤重感测器 不过Tesco宣称并没有员工因此失业 尽管这间伦敦一号店 目前还只是市营运中 但打造这整套科技的以色列新创公司 已经放延未来几年 要在欧洲和美国继续转店 六个月前 无人商店的十组亚马逊Amazon Go 也在伦敦插旗 这种在都会区年轻专业人士聚集的地区 开自动化零售商店的策略 让专家相当看好 认为有利于增加营收 大多是无人商店前途看好 但郊区还是深陷劳动力短缺之苦 位在英格兰东约克郡的这间养鸡场 不只要承受饲料和燃料成本上涨冲击 防疫的种种限制 还得面临大批东欧劳工 被反复脱欧文件挡在门外的困境 英国人不想做的 都是由其他欧洲员工在做 但如今调涨薪资也留不住人 对经济相对贫穷的东欧劳工来说 离开英国这座金矿 或许也能另辟一块新大陆 这个在国际伸展台大放异彩的 是一个叫做Nashka的设计师品牌 游戏偶像包括小贾斯汀怪奇比利 都是他的爱好者 而这个品牌来自国际精品中少见的匈牙利 不过这个小众品牌在2006年创立初期并不顺利 苦撑了十年后才在私募基金的注资下 让获利翻了33倍 而品牌老板把他归功于社区媒体 除了匈牙利冒出头 还有斯洛伐克起家的Nahara 获得英国女星奇拉奈特利的名人青睐 以及波兰品牌Megda Butchum 也有知名隐形梅根福克斯的加持 但幕后推手除了社区媒体 还有中欧历史悠久的传统裁缝工艺 自1989年东欧民主化后 就有不少西方品牌 被当地的低成本和裁缝技术吸引 纷纷来到中欧设厂展店 如今这些中欧本土品牌 期望2025年之前 人物在全球奢侈品市场 达到3830亿美元的占比 在脱欧和疫情阴霾之后 闯出一片新天地 据别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